我好有吐喔 啊 香下晃了好大雨下 乘客尖叫驚呼 機場內搖搖晃晃 讓民眾直呼 這人生捧馬燈瞬間經過 而好下午起飛 從台灣到釜山 沒想到因為山土的颱風 讓員工旅遊先變機上驚魂 網友也留言說 這是高空雲霄飛車 腿軟了吧 比大怒神還驚恐 但同樣嚇傻的還有他 剛剛準備要返台 降落桃園機場的時候 高空上就開始風切的左搖右晃 上下搖擺一下 回台班機同樣不穩 而在3號反台的民眾 飛機則是在上空繞了山大圈 才降落 乘客也拍下窗外 雲層厚厚的一層 一度很擔心到底該怎麼降落 雲層下面很快就是走路 然後一走路的那當下 就大家放心了 上面也不會很邊坡啦 還滿穩的啦 順利抵台 但又有人回不來也出不去 3號國內線取消232架次 國際際兩岸航線也取消241架次 延誤一架次 包含長榮淘機往返香港 上海12航班取消 高雄往返成田 大阪香港也有5航班取消 華航高雄7航班取消 新宇也有4航班 而國泰高雄台北往返香港 同樣也受到影響 其中虎航也有取消部分航班 而在樂陶部分則是臨時取消 高雄大阪的來回航班 昨天前天就覺得就很擔心了 去香港的話只取消408還好 那我們到495的沒問題 沒什麼風沒有什麼雨 然後因為在高中路上面 就去看那個風雨的那個狀況 所以還好 旅客幸運能飛出國 但也希望氣流能穩一點 不用精力積向大怒神 就能順利抵達目的地 TB的新聞 靖南廖宗慶家庭 台北桃園超報道